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在本市居住 后来才知道她是地道的直播人 我并不是因为直播火了去蹭热度 她的的确确就是直播人 她是来到以南女儿家当保姥姥的 她的名称叫老好 她说话面带笑容 慈眉善目 她是我加入抖音后默认的老师 她比我年龄小不少 我开直播是受她的启发 在她的直播间 我学到了很多抖音知识 老好在直播间 温文尔雅 说话威威道来 有人缘 有吸引力 都被正传 关于直播 养老模式和长者食堂 是老好给我讲述的 后来在网上又发现央视著名组织人 白岩松报道过此事 随着直播烧烤的声威 长者食堂又被纸媒大报 推重报道 国家高层截二连三的表态推荐 直播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请看白岩松的评书 不得不承认 我们现在面对农村的养老 还没有想出非常好的方式 只是有一些试点 有一些你觉得值得推荐的方式 比如说像山东资博 山东资博有一个试点 我们节目报过 报道过 我觉得挺有价值的 他把7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 送到企业盖的养老院里头 然后免费养老 那么企业呢 拿到了农民的 这个75岁农民的土地 集中进行耕种 比如说做这个 有更多商业价值的这种作物等等 这样的话土地也不撂荒 然后他获取一定的收益 而政府作为监督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我觉得资博这个例子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就觉得它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总的来说需要尽快的去找到一种模式 另外是不是要给农村的老年人 现在要以国家的方式提高他的养老的这个金的水平 当然这笔数额不小 但是它应该有个逐步提升的这种可能 看到了吧 老年人关心老年事 是资博的养老模式 带动了资博长者食堂 据说长者食堂啊 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吃 60到69岁 每顿饭是两块 70到79岁 每顿饭是一块 两菜一个主食 每天不同样 现在全市建了一千多个这种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吃的食堂 也就是长者食堂 月均午餐服务老人30万人次以上 也就是说每天有一万多的老年人啊 吃这种食堂 整个资博市有470万人 覆盖了资博市下面的各个农村地区 食堂的运作资金啊 由镇上补贴 村集体承担和老人家庭三方面构成 单三制各拿三分之一 单三制是养老院家长者食堂的成功经验 说明事点已经成功 很让人羡慕 让人向往 走吧 去资博养老去 粉丝们老铁们家人们 你们动心了吗 评论期的留言 直播室对老年人关爱 直播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大小子 是百姓爱戴的好领导 是各地学习的榜样 你认为是吗 评论期的留言 感觉视频好看 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大家 下期见 下期见